只看這個精緻的空中小花園 你是不是很難想到它是一部房車呢 沒錯,五米九個長度 三米四六的淨身高 雙體是用碳纖維 還配備了四個圓形的月夜探隆德 沒錯,它是一部可以上藍牌的 外星頂月夜房車 車廠裡面是使用了神木的風格 給大家很溫馨的家的感覺 而這個對家座的沙發降下來之後 就可以併佔成為一座床 在我頭頂上方還有一座升降床 降下來之後就是一座一米二的大床 最高的城寸去到400公斤 通過這個隱藏的樓梯 就來到二樓遼望台的位置 這裡沒有太多設備設施 給大家更多自由創作的空間 在這裡可以消耗、看電影也行 唱歌也可以 還記得你說家是唯一的重疤 對家庭的樓遼望台 真的不錯,甚麼都有齊 不過兩百多萬真的有點麻煩 二八萬元理房車目,跟我來 這輛B級房車,它的內高接近一米九 抹著雖小五撞驅船 但只有微波爐、冰箱 還有洗澡房、卷簾門 甚至洗菜盤都是一形驅船的 更加適合兩個人,周邊短途自駕遊 在房車當中有一種變形金剛下 也是很受到大家的歡迎 就是這種雙拓展房車 它的側拓展區可以往外拓展五十八公斤 一個大廳就出來了 旋轉、跳躍都沒問題 而它的後拓展區可以往後拓展六十四公斤 一鋪二米二乘一米四的大床 就這樣出來 而最重要的是這輛房車 配備了八百伏的太陽能板 在太陽的時候就可以喘了 在中國來說現在C型的四型式房車 市場認可度更高一點 主要的人群像很多 退休的職業比較自由一點 我們總體月限量在八十到九十台左右 近年來 國內房車油領域迎來爆發式增長 2022年自行式旅居車的銷量 達到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一輛 但從今年年中開始 受到消費疲遠和旅遊市場放開等影響 房車的消費熱度有所減退 為了刺激銷售 不少侵展品牌都讓來促銷 像這種車賣四十萬左右的 現在都是三十五六都在賣了 最大的幅度是多少? 大概七八萬吧 家裡有轎車也有乘用車 出行是沒有問題了 但是房車出行是另外一種體驗 如果它的安全性有保障 然後比較舒適 空間、配置我都比較喜歡 三十萬到五十萬我是覺得可以 谢谢大家